欢迎再度回到瑞里一千零个故事的节目现场 瑞里村早年交通不便 最近的火车站都要走三个小时的路才到得了 出一趟门这么困难 村民干脆连吃的糖都自己做 每年冬至过后 农闲时机都要走三个小时的路 瑞里村家家户户都会熬至香糖存放 香糖其实就是黑糖 熬煮的时候浓郁的香气连空气都是甜的 一边吃糖一边逛茶园 就成了瑞里限定的独家享受 破晓之前 老宅门门口的甘蔗堆就沉起盲目的身影 清甜的甘蔗原汁炸出后倒进大锅内准备熬糖 你看它现在越来越不一样的红 对就是会喷 我围裙还跟这个以前我做的时候不知道 你会喷着水都没喷着水都流下来 对 冬季过后瑞里的空气总散着糖的甜香 纯甘蔗汁熬煮的糖 瑞里人管它叫香糖 其实就是黑糖 它是自然的东西 然后这样煮的时候应该很远都闻到香味 现在好像找不到这么自然的东西 炙茶师陈建明和太太赖敏春 每年岁末农闲就开始做糖 早年交通不便 吃食有限 制制时代糖还是配给的呢 瑞里人干脆自己种白甘蔗 冬季收成后就压成汁熬至香糖存放 糖水得不停搅拌 直到金黄粘稠浓得冒泡 快了 你看它已经那个 全部都有像一层油 上面还很像那个鱼的嘴巴 三个小时的温火慢煮 差不多该时候起锅了 它很像麦芽糖的口感 你手都不会被烫到 不会啦 不会 来 这个 你来吃看看就知道 好 好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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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carbon 吃吃吃吃吃吃看 你去啊 去我去去 egg 这样 这个 他很像 他们好像偷秩 滾汤岩浆倒在铁板上 急速降温 这样子空气一直在进去 要不然你看它温度里面 还继续在闷烧 哇 好吃 经过反复的搅拌散热 液体渐渐凝成固体 这堂步骤看起来不算复杂 但是体力和时间的磨耗 把杏子都磨平了 哎呦 哪有一样不辛苦的 你想说很多人 没有什么工作 没有什么工作 我们有这个做得真棒 脾气暴躁的啦 这个你做绝对做不来 那你觉得你过堂之后 脾气有变比较好 这个啊 人嘛 你也总不会跟新台币过不去嘛 你现在车后面 没有啦 他要去脚了 你看他要去脚了 你看他要去脚了 他要去脚了 他要去脚了 你倒慢一点 好 你倒慢一点 你倒慢一点 好 你倒慢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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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有 所以 从天光未亮 煮到天色暗黑 一天最多就是四五锅 陈家的订单已经排到隔年 赖美春说 最初跟婆婆学古法之堂 是自己贪吃 一次堂做得多了 就分送给亲朋好友 没想到 纯粹的儿时古早滋味 实在太难忘 也意外成为夫妻俩的副业 而村里另一位制茶师叶盛翰 农仙石也忙着经营副业 山花浪漫处的小木屋民宿 温馨舒适 窗井动人 年节假日总是一访难求 欢迎 欢迎 我签你 来 快点 这种菜真的很麻烦 一点没人不足 厨艺精湛的成熟静 还把在地茶叶入菜 前些日子采摘的金萱 沾上特条裹粉 下油锅 泵出咸酥口感 茶叶切碎和鸡蛋豆腐一起炸 搭配梅汁 酸酸甜甜滋味已绝 而这道茶风手卷更费工 网状蛋皮包覆鲜虾蔬食和汆烫茶叶 最是开味 茶叶后 叶盛翰总会带着房客 到360度全视野 广告取景首选的云台茶叶散步 那像我们这个茶叶 你说很多广告都在这边开 像过去只要有阿里山 有拍到茶叶的 几乎都是来这边拍片 像立顿纯红茶 艺美健康海苔 还有之前的那个益茶叶 都是在这边拍的 那我们大家都当零食人 对 我们如果拿个矿泉水 这样喝就像洗肉仙 原海下的不远处 陈建明在甘蔗园采收 种茶已经够忙了 甘蔗还因为香糖热麦 越种越多 妈妈看了都忍不住担心 对啦 她只说这种好多做 怎么要做这么多 他们四大人的生活就是这样 咱们一样 咱们一样 我们老母亲都会 随便坐下都会 多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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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没有让他做 你来这里看就好了 好 今年臣家的香糖多了一味 叫思念 母亲在年前走了 老宅前的忙碌身影 缺了一人 陈建民和太太 没有停锅熄火 而是用糖的温暖香气 摇记远行的母亲 这是瑞里村冬季的气味 一如思念 挥散不去 挥散不去